桃湖这个有摆布蛇的是公湖 是不是 对 那母湖呢 有竹竹的 有竹竹的乳状物对不对 导览人员说指排完族桃湖的传说故事 小朋友目不转睛 专注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故事有多精彩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推出的游园去说故事的时光屋活动 期盼能让小朋友跟游客 认识更多原住民族的传说与文化 听了桃湖的故事 那个故事都是跟 都是跟排完族跟卢凯族的有关 然后让我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的时候是 希望我可以变成真正的嘎茶里希亚 特别活络这个文化园区的复古湾 这边有丰富的人文生态跟传统石板屋 那运用这里的场域 刚好进行我们传统说故事 跟我们的传统体验的活动 藉由这样的体验活动 能够推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除了精彩的故事 园区特别为小朋友准备纸板桃湖DIY 发挥创意为桃湖画上美丽图腾 还有体验原住民古早铜腕 水枪陀螺踩高枪 还有竹蜻蜓等传统铜腕 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开心 有玩水枪 还有吗 还有玩竹蜻蜓 跟陀螺很开心 刚刚听的故事也玩了铜腕 然后我们也要 我们也做了魅劳 说故事的时光屋活动 将举办到5月27号 每周六日以及清明节连假举行 透过趣味及丰富的文化教育体验 吸引民众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内涵 原始信用歌手评论马家采访不到 好 感谢观看